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就有好多的穴位 那除了这些我们常用的穴位以外 我介绍各位两个比较少用的穴位 第一个叫颌骨穴 是在我们的手上 就是在我们这个虎口的地方 这个颌骨穴在中医认为面口颌骨瘦 所以跟眼睛相关的一个 比如说眼睛容易疲劳 干涩 我们其实都可以用颌骨穴来做按摩 尤其是现在大家化妆化得很完整 有带一些假睫毛的时候 其实眼睛周围是不太那么适合按摩的 把它把一些粉什么的揉进眼睛里面去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颌骨穴来做一些按摩 那第二个要介绍给各位叫做耳垂点 其实就是我们挂耳环的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金明姐姐的耳朵 把它挂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耳环 耳垂点上面 它其实就是我们耳穴上面的目点 就是眼睛的那个目 就是我们的目点 所以有些人会发现 他去打耳洞的时候 那两天眼睛好像比较舒服一点 可是因为有受到叮集就这样 叮集到那个目点 可是事实上它那个刺激没有办法一辈子 就是那两天 所以过了也就过了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手常按 对我们常常去刺激我们的目点 它也可以改善眼睛附近的一个循环 然后改善眼睛的一个状况 那像平常有时候就是专柜小姐 或是自己在家 就是也会这样子按眼睛周围 对其实我们眉头 眉中眉尾 眼尾 眼下眼头 总共有六个穴道 都是可以常常去做按摩的 那这按摩的时候 尹医师是不是不要按眼球 因为有人想说 我就大了 眼睛就会更精明 其实不是这样 对 这个穴位是通常一般都是在眼睛周围 那眼睛本身眼球上面 其实这个按起来是非常的容易让我们的眼角膜 或者是我们的眼球受到伤害 西医里面其实对眼睛的保护方面 我们当然讲说 那一旦你眼睛不舒服 那你最好就是常常看眼的地方 那尽量不要去一直盯着我们现在的荧幕 我们的平板 低头组 对 当然低头组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那还有就是平常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眼睛的保养 那这保养 那我刚刚讲说 用我们这个点 我们这个就是人工肋液这种眼药水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穴位 其实那些穴位不会压到眼球 它都是在眼眶的周围 所以不要按错就对 对 其实我们都是按在骨头的旁边 不会按到我们的眼球 那真的要针对眼球做一些处理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些冷热交替敷 那如果大家去弄个热毛巾弄个冷毛巾 好像也还蛮麻烦的 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双手 其实你把手搓热 在中医院来讲 我们在练气功的时候 其实掌心是有气的 我们就把手心搓热 用我们的掌心 捂着我们的眼球 也一样不要压到眼球 它只是捂着 让它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 捂个15秒到20秒 手放松 自然风吹过去 它就是凉敷了 所以这个冷热交替 其实也可以改善眼睛的循环 那最后想要问 就是现在坊间有一种很流行的 叫做眼膜 然后它还有温度大概差不多40度左右 叫你敷着睡觉 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护眼也有一些帮助吗 还是说其实不行 这个也不能够带着睡觉 顶多差不多15分钟 它那个其实是用一些化学反应去产热 那有时候那温度控制的不那么好 或者说你的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其实也会影响到周遭的皮肤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是认为偶尔敷一敷 可是不要睡着了 因为你睡着了反应会变弱 那如果有不舒服 你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你就睡着了 把它起来就要更早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醒的时候敷可以放松 可是真的要把它拿掉再睡觉